西里里有多高贵 讲低俗,我们称低 西里里有多高贵 讲低俗,我们厉害 有利无利,做你自己 低俗频道,我低俗 但我舒服 CG大哥,听什么听得你这么开心啊 咖啡妹,看你不知头不知路,初离报道 叔叔,我当然在听低俗频道 有什么这么好听啊 有十字花,星期五无女,现代蠔合传 精彩节目多到数不完 怎知听这么简单,直到上网看还行 懂货啊 那你又知不知道288元上lojok.com 订阅低俗频道 就可以6个月无限次下载及重温精彩节目 现在订阅,还送你电动城市系列咖啡杯一只 subscribe之后,立即到以下网址登记换领 两个星期内就有专人以电邮确认领奖 优惠只适用于香港以内地区 那么想,Madam 那你别抄我牌 让我快点找我朋友去subscribe帝族频道吧 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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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Firman subscribe subscribe sPS 靖茵書院 校長 力鬆 哇 你看我多趕 我剛剛好最後一秒 我做完所有的事 又是我了 又是了 為何今天會變成魚呢 畢竟在監房地 今天也是大衛日 今天是放假的 我免得驚動這麼多兄弟 我特意配合今天的主題 穿一些大麻葉和大麻葉的帽 因為之前 上五集左右 我都是講更新的 更新很多時候都牽涉到毒品問題 這幾集我都講毒品 之前我介紹過香港地 原來有一些香港藥物資訊天地 是馬會的 那裡很齊備的 在金鐘政府合柱高座頂樓 其實人人都可以去的 有些什麼呢 逢星期一至五 總之辦公時間就開的了 又講了很多毒品 那個樣子 即是怎樣的 怎樣製造 還有什麼副作用 製造他也沒有說 副作用 那些人吸食之後會怎樣怎樣怎樣 怎樣吃 很多這些資訊 有些賣的嗎 對呀 有些賣的 你經常聽說的那些什麼碧壺 諸如此類那些 都見到的 那裡其實資訊很齊備的 不過我覺得宣傳有些少不足 我沒聽過 去的敵人又不多 上一集又請了KK上來講一下 身為一個出來走過的媽媽 一個非常媽媽 但他的兒子都是出人頭地的 是啊 正當職業 政府功力 對 而且是為人民服務的 基本上是他在消防署裏做救護隊的 基本上都是救急扶危的人 有一番大事業的 大家又不要想著家庭可能單親 或者家庭可能有些少不健康 小朋友就一定有跟毒品有扯上關 又不是 反而更好過很多中產家庭 我都想不到KK媽的兒子這麼乖 坦白說我自己的家裏都是 叫做不要說中產 爸爸媽媽都叫做小康之家 但反而我就牽涉毒問題 還不衰不吃那些 還不吃白粉 所以我覺得很多時候跟家庭可能會有影響 問題就是說 其實人本身的質地都很重要 在一個什麼環境成長當然有影響 但那個人本身是一個什麼人 或者他的思想方向是怎樣想 其實不能教壞的嘛 自己學不學的 是的 我覺得所有的 你們說得對是不能教壞 我覺得說真的 譬如黑社會 或者毒品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不能傳道的嘛 我們就看到魔門教那些 有些掛了一個牌子在心口 跟你說耶穌那些 那些就逐個去傳 我覺得那些更恐怖 但是你說說真的 如果古惑仔 黑社會那些有說真的這麼好毅力 逐個逐個教 我覺得很忙啊 忙還忙都應該有個叫做 終身毅力獎給他 所以我覺得是學不學壞 反而是好看過本質的 好看過本質的 那為什麼我找阿余上來呢 一來就是說 沒有什麼人選 我看到琴妹在看直播 HELLO 二來我就會覺得阿余 其實在外形上高 被人的感覺就像壞女孩一樣 看就知道啦 雖然插了一條媽媽 但好像沒有一點補救到 我覺得今天 又甘了毛 就算染黑了 那些人都覺得我懷疑 是的 又釘避環 避環不一定壞的 那很難說 香港的社會 那些印度人也有很多避環 是不是全部都壞 那就是等於紋身一樣 那時候我跟我老爸爭 爭什麼 我想別人打NBA那些 打到年薪這麼多萬 美金 又打到全世界都認識 但碧銀整身都紋身 專業人士 他問又只有我問 你就說我黑社會 外國人不同的 所以我會覺得 很簡單的就是 譬如像你這樣的造型 在香港市面 一看你就一定是壞女孩 走出街 警察查身份證 如果是 每個人都查你就一定有份 對不對 但是乖 那些樣子可能不需要 你就一定是倒轉你來蹬 就是夜場那些 我相信你也有嘗試過 茶牌那些 特別問得多東西 可能真的當了你已經是壞女孩 那樣生成這樣 不是我想的 尤其是你的造型 所以就問一下 就是想找阿余上來 就說一下 其實一個青少年 可能他完全真的是 毒品我真的沒有興趣 真的沒有興趣 你連酒都不喝 很少喝酒 因為你都不喜歡喝酒 以前小時候台灣會喝 但是沒有 現在沒有 我會覺得 他未必一定會黏在毒品裡 但是他可能 都有其他反叛的東西 諸如此類 我想看看 其實你都比較容易接觸到 有些人是會有毒品的 那為什麼你又會不去接觸毒品呢 這個一會兒再說 想快快去說 一件事就是說 因為昨天很多人都叫我說 我不明白 為什麼我變成了 好像別人的軍事評論專家 黑社會評論專家那些 昨天就在香港發生了一件 我覺得挺驚動的 轟動的事件 槍戰 我的記憶所及 就是那時候 阿賊王 那個桂炳雄 之後那些年代 就有說搭AK 那個是幾年前 請問 我出生沒有 我想你差不多是你出生的 都沒有 可能八幾年 可能你出生你都沒有懂姓 那些 我忘記了很久很久之前 就說有軍火薄火 那昨天那件事 其實今天都眾說紛紛的 高登那些真是厲害的 高登一出現了這些類似的案件 高登上高的那些 湯川學 知不知道 高登湯川學 高登這些神探 全都出來了 厲害起底 大家在這裏討論案情 或者我想說一下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我覺得整件事很奇怪 因為涉及槍械 首先都很奇怪 一個冷氣寄工 背景是冷氣寄工 就是一個電梯口 啟程村 啟程樓 不知道 那裏 郵輪碼頭 有些新的公屋 原來是新的公屋 對 就是全新的公屋 就在那裏發生了 有一個冷氣寄工 中了三槍 就死了 那裏 死了電梯口 對 那一開球 那些人又說警察開槍 其實又不關警察的事 因為有槍 大家第一件事 香港人就想一定是警察才有槍 那正常人也不會有槍 對 因為我們這裏不是美國 我們不是荷蘭 不是加拿大 不是泰國 不是那麼容易搞到槍 原來之後才知道 原來這個是槍殺的事件 是謀殺的 就不關警察的事 警察就封鎖現場 然後事件發生到昨天早上 還是昨天早上 11點多鐘 警察就衝進屋 就 平等平等 對 那疑犯就死了 整件事就這樣 好了 那很多插曲 要不是飛虎隊 很多插曲 警察都沒有什麼好解釋 我覺得其實 一件很奇怪的事 首先 有人說以前 圍村 黑社會都有槍 是不是 我相信有 不過就不會周圍拿出來裝 對 不會突然裝人 其實開槍很大件事 開槍很大聲 因為我的想法就是 殺人 現在到今時今日 是不是需要用到槍呢 對 還需不需要自己下手呢 我當要自己下手也好 是不是要用槍呢 其實很久沒有聽過 用槍來殺人這件事 在香港 其實我覺得這個 如果這麼容易 搞到槍回來殺人的話 我相信很多人死了 而且他只是住那個公屋 對 哪有錢 買槍 槍都不便宜 其實如果 是不是真的 一萬幾千 可以買槍 上去辦辦資販 對 我會覺得 很多是很奇怪的 我不知道大家 我經常拿出來說的 一件事 其實十年前 十多年前 尖東霸王 太龍 他不是被人 伏擊 就死了 你想想 一個黑社會 正所謂那些叫做高層人士 對 人家要殺一個黑社會的高層人士 人家是僱傭了殺手的 是 那些殺手怎麼殺呢 那件案 如果你留意 就是查回紀錄 就是說他去到他自己下塔 他有一間牆房 在不知道 我忘記了 是尖中富豪酒店 是哪裡 他下車的時候 就被另外 人家埋伏了的車 就一下子撞他 撞到他轟飛他 然後刀手就衝下車 啪啪啪啪啪啪啪 然後就散了 最後也抓到人 很拍戲 那好了 殺一個黑社會的頭目 都沒有用槍去打他 也是用刀 其實殺一個人 不是很需要用到槍鞋 那好了 實在有人知道 有槍的 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 每個人都在說 那個人傻的 諸如此類 就在說精神病 那人是不是新香港人 那人應該在湖南出生 80年 我忘記了 我看過 我不是太記得 如果我有錯 大家跟證我 就好像說 80年來香港 然後曾經 損壞過商人 那些 就坐過牢 那時候 第一次商人坐牢 就是跟別人口角 就拿一把斧頭還是什麼 就跟別人斬了 斬了別人的手 很重啊 那件事 他也拿過幾份精神病報告 然後就說他沒有精神病 不過現在看報紙 就說他在控制情緒方面 比較差 就是EQ低 對 EQ低 我當可能是真的 好了 那所有事情 我都不算 如果EQ低 他部署殺一個人 哇 他真的很大廢周章 他殺一個 冷氣忌公 為什麼要殺個冷氣忌公 我當那個冷氣忌公 是黑社會頭目才算 我當是才算 黑社會頭目 不用做冷氣忌公 我當他報稱為冷氣忌公 他是不是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整件事 基本上那個人 基本上是單獨出入的 他不是身邊有 有誰跟著 有保鏢 那些人 他都是單獨出入 住在一些 我們普通都可以 進入到的 叫公屋 的地方 我相信他又不需要 大廢周章 拿把槍 去殺他 變成這把槍 他其實是想著 拿來做什麼 我覺得是很有疑問的 還有他怎麼得來的呢 這個很有疑問的 就是一個 如果普通人 都拿到一把槍的話 我不管你 隨著什麼途徑 那我不相信 他是很神通廣大 坦白來說 那也是住公屋 有多廣大 我又覺得 不可以說他住哪裏 算他有沒有神通廣大 不過 他又並不至於 給我的感覺 是這麼神通廣大 例如 有很多黑社會分子 其實他們都想 周不時都想 要堆壞誰 是啊 想 他最多都是找一些 殺手 就是找一些殺手 大陸仔 現在最流行 現在不用大陸仔 很便宜啊 現在找 找什麼 哪個都說 那次曾經有何事 打算拼用巴基斯坦 打那個 基本上 現在 你明白嗎 很多行動組都變成少數族裔 是啊 要不就是 以前就是 會請一些大陸佬 就是大圈 正所謂的 就來做這些dirty jobs 多數都是大陸人 是的 我們香港人疼身 通常是找一些 沒那麼疼身的人士 去幫我們處理一些 這些dirty jobs的事情 那好了 他又不是 他又好像自己 親手下手下腳 那如果他沒有目標地去殺人 證明他的腦有問題 你賣槍的 在香港 你不是報紙檔 報紙檔 就求救期 你給錢 你不是賣傻的人 是嗎 我不是要賣一枝槍給傻 一個傻的人 其實這個軍火箱的成本是很高的 因為首先其實你買槍 當然人家是想知道你要做些什麼的 是啊 一定要 你說你拿來做案 各樣那樣的 反而是好些的 你說你拿來殺人 就另計 那拿來殺人之餘 你還比一個傻的 他沒有目標地去殺 警方一定高度關注 對不對 如果死的那個 順藤摸瓜 殺到的是黑社會份子 那整件事就比較容易明白了 那軍火箱 說真的 他做這些生意的 他也知道整個層次是怎樣 哇 你賣了給一個傻的 警察第一個拉你 原來你亂購買槍 是不是 即是黑市已經是黑市 你還亂購買 是不是 即是有人想殺人梁振英 你都賣給他 為何梁振英還沒死 他飛了 他很冷靜 梁振英飛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大家都很有疑問 其實有沒有殺人動機 有沒有說過的 暫時都沒有 因為兩個都死了 即是有一個被殺的就死了 然後有一個 即是有人說 可能是槍械愛好者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槍械愛好者 他就只是收藏了兩支手槍 一支是黑星 一支是自己砌的 是的 那我覺得 即是如果他槍械愛好的話 他又不止得那麼少 如果我心目中有 嗯嗯 然後另外一個 他的舉動 都令到我其實覺得很奇怪 那這些 就是我的看法 就是說 事件 我就不相信 是一件 單一和簡單的事件 我都覺得沒那麼簡單 是的 疑點重重 他會不會說 其實是聘用了的殺手呢 是不是 可能 這麼笨 對 就是聘用他那個都按鈎了 很笨 我給他低支槍 他想說他催另一個 屌你可不可以拆他傻欺上來 即是我可能整件事 他可能是屌你可不可以 反正有支槍 我催人用幾顆子彈而已 我有十幾顆 屌你可不可以拆他 我先不拆他 即是可能他是這麼笨 即是我的 我就是這樣 猜上吧 很笨 另外我再想說一件事 就是說警方的處事方式 今天又有很多人彈 其實我覺得警察 這次算是做得很好的 為什麼呢 第一 那些人又說 做什麼事情不疏散 整棟樓的人 各樣的事 不停叫他們關門 不要開窗 對 你看戲也有 那些賊是很輕輕的 你一疏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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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本身 如果你說冷氣佬 各樣冷氣佬 好 所有事情我都在說 如果兩個人真的有仇口的話 我會不會打算用槍去砍他 即是我跟到他在樓上 即是現在怎樣抓到他 就是看到閉路電視 他跟那個冷氣佬一起進升降機 一起出去 其實那個冷氣佬 都是自己一個人的 是否真的要用槍才能殺到他 即是用刀 用刀不行嗎 用刀斬死他 或者捅死他 一捅一扭 應該是 我當複雜些 要亂刀 應該也沒那麼吵 你明白嗎 你聽不到 至少沒那麼吵 有個阿伯說 我當時聽到三下槍聲 砍 然後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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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槍聲 不是砍砍砍是怎樣 砍截蹦 你明白嗎 即是他聽到三下槍聲 你想想是整個震動了 整棟樓 對 整棟樓都聽到 正常 你想想是很大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燒過槍 我當時在泰國 在大陸也有燒過槍 泰國也有一射M16 我還沒射過 我只是射個曲尺 都很響響的 要帶 帶護眼 其實很響響 後面有什麼人推著你 那又沒有我 那變成我就是覺得 殺人又起用槍械 在現在香港的市場 為什麼要這麼難 這麼難 去買一把槍回來 現在買槍 不是說走樓樓 S7買到的 但是你買一把刀 你就可以走去孖仁買到的 是不是 即是用一個這麼難的方法 去殺一個人呢 那變成這個要想 但是你說警察的做法 我覺得算是這樣的 那些人又說 你不要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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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事情 其實你又很難避免的 是啊 這麼多記者 我叫你記者不能拍 你記者可以不能拍嗎 不會 現在就是 記者只能夠在外圍拍 我覺得唯一一樣做得不好 就是說 我可以看到警察那種訓練 是很參差的 你不是看到飛虎隊來到的時候 那些飛虎隊很知道自己做什麼 就是拖東西上去 那些事情 就是那些 爆門的裝置 所有的 駕駛 他不是一代二代 就是這樣衝上去 他們全部知道做什麼 好了 但是樓下那些 就很奇怪了 樓下那些警察 好像都還不知道 上高發生什麼事 他們在喊咪上去 還有一件事 是比較荒亂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唯一能夠 真的要去批評的話 就是可能那個溝通 警察內部 自己的溝通 不是太原始 你看看樓下那些 可能就是 逛逛逛了幾十年 那些 遇過槍截 沒有遇過還沒有遇過 但是我會覺得 一件事就是 因為之後 在冷行開了幾槍 都傳到樓下的 而樓下的警察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件事 我覺得是稍微 欠缺溝通 是欠缺了少少 就是整件事 的行動 可能真的 香港太少見這件事 就是很久很久 沒有試過整件事 這麼轟動 所以很多警察 都可能是 有些少的不知所措 如果你唯一要批評的 就是反而樓下 那些機動部隊 或者普通的警察 他們在處理人方面 或者處理這件事情方面 有些少的慌亂 我只是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其他的安排 我都覺得算是這樣的 他們行必須原諒他們 另外也讓我看到 香港人 有時是很不合作的 我們大家出去拍攝 有時都遇到的 人們會看的 不要看了 我們經常說 昨天也遇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有時 香港人 遇到警察叫你走 越走你就越站在那裡看 其實應該他覺得很危險 所以他才不停驅趕你 那你就不要太白了 香港人很簡單 我相信 如果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和一聲中顆流彈 趕了路襯 即散 又吵了 又說警察怎樣怎樣 問題就是 他們並不可能 在這麼混亂的環境下 他完全顧及所有走出來的人 大家都要合作的 他叫你走你就好走 你要向著他們安排的方向好走 就不要亂吵你 你不要亂吵 可能我們香港人覺得 沒那麼大件事 會不會 其實我覺得 當警察告訴你 大件事的時候 就算你覺得 不是那麼大件事 也好 你也聽了他 先 對不對 現在 你想想 走遠一點 開個iPhone 看看 別人的網上新聞 正在直播 我心目中 你不用自己站著看嗎 在我心目中 這個你又要充分合作 所以我覺得 如果一些人批評警察 我覺得 有些少不公平 在我心目中 他已經安排到最好的 我覺得算是這樣的 那沒計 人們八卦 這件事 我覺得很疑點重重 另外引申了一個問題 就是 香港的治安 是不是真的開始說 有些危機 是的 之前很和平的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 經過這件事出現之後 我其實有些少心痛 就是因為 起了這個人的底 又說他是職犯 更新人事 更新人事 就拿無業 就拿中援 又說上到新樓 一個人來的 是的 人們就批評 就說 你怎麼養這些人 各樣那樣 諸如此類 等等 在我的想法 就是 有些人是教而不善的 對嗎 就是 出出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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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就是 好了 我會覺得 一件事 喂 如果你 坐完牢 出來社會 你自己也不改了 其實 可能 你也是教而不善那些人 但是出來這個社會 你想一下 你又不得到社會的 可能有些少少多些的幫忙 或者是怎樣令你從頭社會的 一個很完善的計劃 但是只是隨便叫你找一份工給你 給你一個地方住 是令不到你個人改變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 是的 這個反而是我想要大家去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一個職犯 這樣出來 已經 已經被人歧視了 是的 但是我們其實好像給了一些東西去 給了一些 好像今天高燈仔 有些帖子很有趣的 哇 如果是這樣 我也嘗試去犯法 然後拿中環拿公屋 那些 變成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已經 或者很多人都覺得我們給了很多的援助 例如他沒有工作 給他縱門 沒有地方住 給他公屋 是不是給他這些東西 就可以令到一個人改變 嗯 就是這件事我又覺得要想的 就是你給他 就是太表面了 這些東西 是的 就是基本上安置了他普通的東西 之後你就好像覺得自己是幫了他 安置了他生活上的東西 而心靈上其實是沒有幫助到任何東西 是的 變成我會覺得一件事就是說 原來就是會出事了 就是有些人並不是可能那麼大劑 不過他都是出出入入監房 因為他在監房 他的存在感更多 因為很坦白 他由十幾歲開始坐監 坐到現在五十歲 我當出出入入 他的號碼 一進去叫senia 這個叫終身號碼 永遠都是跟著你的 你幾多歲 凡事你幾多歲 就有那個號碼 是的 那一直排下去 你想想你現在 我當一下我的號碼 我那時候二十一歲 凡事 我現在進去 如果大家禮事 Touchwood 我的號碼都叫senia 是的 很前 那就變成是別人叫我哥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可能沒有 我在市面上 別人當我臭四 當你廢柴 是的 當我廢柴 我進去就變成大佬 這樣就變成我會留戀 我會留戀裡面的生活 問題就是我怎樣在 存在感 是的 我怎樣在社會上 你能夠給他一個存在感 令到他覺得他真的 原來他也在貢獻著社會 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我很想避免說這些問題 不過又是一個挺哲學的問題 其實這個我爸爸教我的 他說每一個人在社會上生活著 其實都對社會有一定程度的貢獻 是的 其實一個社會 好像一個大的機器一樣 每個人都是一個齒輪 對不對 沒有說哪個齒輪是廢的 不過他可能沒有理會這些齒輪 那麼有用的意思 其實社會也很有用 是的 譬如一個乞丐 可能他也有在這個社會的某一個價值 但是我們未必知道 問題可能他也覺得自己沒有 但是問題就是我們怎樣 能夠令到這些人 都覺得自己在這個社會上 有些少許價值的 我就不會那麼容易去斷送我自己一生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今次也是一個很悲劇 還有一件很大件事 大家要去考究一下 如果一個傻的都拿到一支槍 香港真的很危險 是不是 我先拿一支 是的 我先拿一支 大家先上Google淘寶 看看有沒有賣 所以就是說 如果他不是癡的 這件事真的很複雜 問題可能牽涉到什麼 希望警方不要說 當我們是暗咎的 敷衍我們的說話 你能夠解釋讓我們好一點 讓我們安樂一點 稍後回來再說 那怎麼辦 不要煩 把廣告轉來work 問題馬上解決了 好 舒服 做廣告是應該開心的 work communications limited 我們就是賣笑的 嘻嘻